朋友们好,没想到吧,我今天居然能做第三个视频 本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就准备休息了 但是呢,今天星期一好 确实也有可以给朋友们说的,前面给朋友们说了我的穿衣服 后来给朋友们说了,我为什么不用美颜 这个功能,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报一报 乌克兰的情况吧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肯定有道理嘛 现在在 墙内,可能已经差不多一点两点了 等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已经四点五点了 但是我掌握的这个新闻呢,可能是两个小时之前发生的 确实是一两个小时之前 乌克兰军方的总参谋部,他们宣布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让我感觉到非常振奋,非常非常高兴嘛 我在前面的视频里头,给朋友们不是说嘛 就是现在,为什么俄罗斯 能够把在乌克兰的战线能够稳住,就是因为他们大踏步后退 自己创造了一个缓冲区,而这个缓冲区呢 乌克兰人可没让他一直当缓冲区 人家继续往前进,今天 乌克兰军方的总参谋部就宣布了 他们又在 东巴斯地区,主要是 罗干斯克跟斗里斯克那个方向 继续往前进 就是又在 四个军名点上插上了乌克兰的国旗 在那四个军名点 以及俄罗斯的实际控制区之间 那个白色已经几乎没有了 下面你俄罗斯还想稳住战线,那只能是继续往后退了 我们就等着看好消息吧 那现在我给朋友们大概汇报一下 这四个军名点都叫什么 首先我们来汇报 位于卢干斯克的三个军名点 第一个呢,叫 卡尔玛 纪尼弗卡 第二个呢,叫 米亚索扎里弗卡 第三个呢,叫 虐夫斯克 还有就是东列斯克的一个军名点 叫 辛沙多夫 嘿嘿,好玩吧 这名呢,虽然有点拗口 但是人家费心费力 流血牺牲 然后拿了下来 我们不把它说全了 也对不起那些英雄们呢 这就是缓唇区继续往前提 另外呢,我从 一个媒体 就是 Ukrainform上看到了 另外一则比较令人振奋的消息 现在不是一直说无人机嘛 乌克兰呢,它其实也在开发 类似伊朗那样的无人机 但是呢,他们主要是 搞精准打击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放弃 对高型的侦察用无人机的 这种追求 今天呢,他们买了 11架 美洲师LE型的这个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啊,它主要是用来侦察的 它有6倍的这个变焦功能 还有夜视功能 就是相当相当好的 飞行时间呢,6.5个小时 飞行高度呢 3000米 就是飞行半径,去了再回来 差不多就是60公里吧 就是制空的时间是相当相当长的 高度相当相当高 敌人呢,基本上感觉不到 这架就是这样的无人机 在他们头顶飞过了 就是相当相当好的 那这样好的无人机是由哪家公司生产的呢? 就是一家美国的民间的小公司 你看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军火商都是 几乎呢,都是民间的公司 国家自己不养这样的企业 跟俄罗斯正好是相反的 这家公司呢,它的名字叫 Iron Weimant 是1971年创立的 现在它的股票一直在涨 它的这个总资产是10亿美元 每年的年收入差不多是4亿美元 就这么个情况 这就是今天我抓紧时间给朋友们聊的一个小话题吧 我呢,就是相当相当高兴 我呢,现在就把这个视频暂时停下来 可能很快就有客人过来了 还记得,生意挺好,挺忙的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谢谢朋友们,再见